我們剛才講的一些產業的因素啊 這個當然法人他就會去調節 但是我這邊特別畫一個這個 你這邊畫上來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千張以上大戶 什麼意思 真正有錢人 他坐在那的時候他就西裝拉一拉 然後看著你們在那邊受驚嚇的時候 他只是把茶拿起來 不好意思有沒有餅乾 你懂我意思嗎 他的態度是很淡定的 很淡定 而且這時候他 他會跟旁邊的講說 再幫我加碼一些 然後他就去買股票 其實不是他是叫他把紅茶再多加一點 不是這是中間的誤會 所以就1000張以上的大戶持續的增加 其實這是一種穩盤的效果 其實你看操作的思維 他買到這裡 這裡上來他跟進 這裡他就不動了 下來再買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有這種 就是說我們只能買1000股 我們叫千股大戶 那只有一張沒有關係 我們要學著大戶的思維 所以你看這裡 10張以下的在落跑了 沒錯 而且就是你看這兩個的操作思維 是剛好截然相反 這個就是大戶跟散戶的思維不一樣 以及最後投資命運會天壤之別的原因 就有錢人想的和你不同嘛 這個就很重要 那當然這裡面我們也要提供一些思維 不能光只是從圖形上面來去探討 這張表裡面是從2017年6月一路到 2022年5月的股價淨值比 我們談金融股 因為他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金融產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去的 金融產業有很高的要求 資本氏足率 封控 巴塞爾2 巴塞爾3 這些的要求 他並不是那麼隨便的一個產業 那他隨便起來也不太可能隨便嘛 所以我覺得大家看到這些訊息的時候 會無形中把它放大 那所以第一個我覺得 本質是不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從來不會用本益比去看金融股 那我要怎麼去檢視 當然我就用股價淨值比 當然還有人用更多的一些方式 但是那我們得去思考 我們自己能不能找到那些資料 那股價淨值比 我覺得這個資料還蠻好取得的 那我們就看這裡面幾個比較重要 你看在2011年 2021年 11月到2022年1月這一段時間 你看股價淨值比有上來對不對 我大概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那時候他股價標最兇的時候 然後呢 在往前喔 你看都不到1嘛對不對 大概比較少 19年這裡有沒有 1819這裡 大家也可以自己回溫一下 那時候股價確實還不錯 這裡的股價都不錯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一跌喔 既然就掉到1以下了 那如果我們再看喔 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在0.7級對不對 你說21年這上面 那就是前面這裡 所以如果我現在不要用股價 我用股價淨值比來講 如果他真的又跌破0.8 就是從股價淨值比來看 跌破0.8就進入0.7開頭 從過去的角度來看 是不是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進場時機 那當然你說啊老師可是我在最高的時候進來 向下攤平嗎 為什麼不行 如果有閒錢的話 對 那你說老師我又買在高點 我又沒有錢 那就努力存錢啊 我問你怎麼這麼值得 努力奮發向上 就是努力存錢啊 對就是努力奮發向上啊 這個是很好的小市民的勵志的故事嘛 這個也不見得不好 那所以我覺得 那其實大家也不要覺得說攤平要多少錢 但這裡又回來講 很多人說攤平是錯的 對不對 但我的前解條件是說 像大型的這些優質的股票 金融股之類的 其實他長期的表現是穩定 而且金融股是不會受景氣循環影響的 那接下來如果你是升息的環境 當然你說海外這些股價跌 坦白說啦 他們只要hold得住只是短線評價損失 後面評價回充的時候 其實是你看像國泰 他那時候2月評價損失 結果人家複習了嘛 評價損失就回充了嘛 就大概這個觀念 其實國泰我補充一下 國泰有說了 針對防疫保單這一塊的損失 他們有提列準備了啦 對 那你就撐一下嘛 就是不要去申請理賠就好了嘛 不是不是不是 要理賠的人 他自己去理賠啦 那只是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summary 就說 就過去的股價禁止比來看 國泰金比較便宜的股禁比 大概是落在0.6-0.7 貴一點就是1.2嘛 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去拿捏 一個比較衡量的 你覺得進場比較舒服 不會讓你失眠 睡不著的一個方式 他當然陳彥剛剛講的 向下攤平 其實有很多方式啦 包括定期定額 如果是買金融股的話 那也是另外一種定期定額 零股也可以 對 那也是一種攤平的方式 好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來講開發金好了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開發金 因為其實今年第一季 金融股新增的小股名裡頭 很多人買開發金 然後大家也很多人買造風金 那因為我們上個禮拜 已經針對造風金 有幫大家做一些解析 我記得當時維泰老師 給大家的建議是 某一個價位往下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按讚留言 並且訂閱華視優選頻道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喔